这一题的话,其实逻辑也还蛮单纯的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症状考试,我觉得它有一个概念 里面是不是有那个出命题委员,他本身是教数学的吧 感觉好像是数学老师来出那个Python题目,感觉很像是数学 所以其实当然了,位置强调 所以以后是不是说可以把那个程式融入到就是一般的中小学教学里面 以后干脆他们从小就开始训练他们写程式能力 不就一举两得了吗,对不对 不然有的时候说真的我们小学念了数学,念了数学 然后念了国中、高中、数学 然后最后发现奇怪怎么又跟我们实际上应用又有点个落差 对不对,那到底两者怎么能衔接在一起 所以现在108年、109年课纲比较强调这十座部分 他可能有部分的分数是希望说你真的能够把教学融入到实做啦 OK,比如像你要学这些东西,学数学 是不是能够跟AI做衔接 不要讲AI啦,跟那个机器人操作做衔接 就是你透过运算 然后让机器人可以走自己想走的距离 像我们刚刚的欧式定律也是一样 那你可以算说距离要走多少,你可以控制嘛 对吧,公式融入到那个程式真的能够动的那个动作 然后去参加比赛,能够有一些分数 然后那个也算是你将来分数之一 这方向是对的 不过我是觉得最后倒霉啦 辛苦的应该是学校老师跟家里的家长 应该都是家长,要不然就是老师在做这些事情 因为小朋友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嘛,对不对 那当然理想是很不错啦 只是说怎么去帮助到那个学校老师去做这些事 因为学校老师有时候业务就很繁重了嘛,对 然后他管学生干嘛,然后还有时间去进修 有啦,我遇过很认真,非常认真老师 但真的是很少很少的,凤毛麟角几个而已 但我老师就是说,心态有些甚至他年纪大了 因为有些方向现在学老师年纪都很大了 但我都等退休嘛,对哦 时间到了就不想要再继续 那所以他的心态也不可能说 真的要花时间在这上面 更何况这些东西哦 那又是另外一个专业领域的东西了 你不是说你现在想要学马上就可以学会了 你说叫数学老师去学程式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吧 数学等于程式嘛,不等啊 对哦,所以当然理想是这样子 那怎么去实做啦 那我很希望说 有那么一天哦 学校教的,小朋友回来之后 也能够真的程式都学会了 那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 可是距离还很遥远 OK,如果你们可以思考啦 你学会这些东西可以跟你的小朋友沟通嘛 可以教他们或者是跟他们讨论 增加那个亲子的那个这个关系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话主要 这一题是 题目很简单 主要是什么 正N边形面积的计算 那它会提供几个变数呢 第一个 它提供两个 输入一个 8的话 题目有讲到啦 8指的是八边形 然后呢 6的话指的是 那个八边形的每一边的边长都是6 OK 也就是八个边 然后呢 每一边都是6 如果把这些围起来的话 请问一下面积是多少 面积哦 请你算面积 那它怎么算 它提供给你公式 公式就这个 N的话指的是边 几边 S的话呢 指的是边长 所以是N乘上S的平方 再除以4乘上10 在什么呢 10里面的π除以N的结果 所以把公式套进来 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呢 得到你的面积了 至于这个公式怎么来的 我想也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教数学 我们只是教如何把这个公式变成在python里面可以实作出来 OK 重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请你自己google一下 应该都有答案 不过因为我以前教过AutoCAD AutoCAD 其实AutoCAD很简单 AutoCAD画一画 然后点一下面积就出来了 因为AutoCAD本身就可以帮你算面积了嘛 所以以前有AutoCAD工具之后 很多数学我都懒得去记了 因为点一下就有答案了嘛 你干嘛还要在那边套用 所以得到答案的方式很多啦 但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有工具啦 无论是AutoCAD或python 反正其中你至少要有一个吧 不要什么都没 什么都不会 OK那当然就什么都不行了 OK所以之前也有人问我 你们google关键是打AutoCAD教学 我在第一个page也都有 我以前教AutoCAD教了蛮多年的 后来是都比较没有在教 因为我程式都教不完 我AutoCAD就没有时间教了 所以就把它慢慢放掉 而且其实我以前教过的电脑的课程 几乎只要有的热门的几乎都设立了 而且都有教过 只是说现在比较多时间是教程式 那为什么主要教程式 可能反正慢慢就兴趣啦 我觉得 还有一点就是说 因为程式慢慢发现 因为其他老师比较不会抢这个饭碗 因为我后来发现 让这个会不会抢走的机率比较低一点 所以我就想好吧我就花时间在这里好了 不然的话 如果不努力的话很容易就被淘汰掉了 OK好了这是说笑的 OK好 那再来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公式带进来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把大概完成的结果给大家看一下 大概run一下 比如说我八边私心一下 那这个公式至于要怎么跑 我们待会再来看一下 那比如说我今天的话 如果我想要把这个刚刚的这个公式带进来 它的八边 然后呢每边的边长是六 OK八边嘛 然后每边边长六 然后enter的话它帮我把这个总面积算出来 面积的话就是173.8234 OK那跟题目要的一不一样 题目好像也是 对173.8234 而且题目好像也是取到小数点的第四位 这边有提到 OK 那我们要怎么做 另外的话呢 它还有几个提示 第一个提示是 它说要input mass 这个刚刚有用过 第二的话呢 它可是这边有建议使用 那建议使用是不是一定要使用 这个好 它说建议使用这一个 如果建议使用我们就用这个 它一定要用那个mass.pow mass.pow 这个mass.pow主要用在哪里呢 用在s平方 那s平方的话 本来是s什么 乘乘二嘛 对不对 或者是s乘以s 像刚刚 这样 可是如果你用mass.pow 你就不能这样用 你就mass.pow就是 括弧s 逗点2 OK 那你就要用这个 如果它有讲到 我们就用它这个提示 然后再把那个 这个tan 跟pi 前面再加一个mass点 有没有 因为tan的话呢 实际上也在mass里面有 OK 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公式 再把它带到 那个py层里面的话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程式部分 OK 所以首先的话 第一个一定也是要什么 input mass 没问题 第二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取得它有几边 然后所以呢 第一个变数就n好了 浅输入 n那就8 然后s的话呢 就是它的边长 边长就6 好了 假设6 OK 好 那我如果取得这个资料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怎么样 把那个公式带过来 那公式带过来 特别注意哦 这一串 n它这个公式 我用上下 我刚刚用这个左右 好像有点上下 这样看 如果说我今天要把 下面的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在这里 面积等于n乘上s的平方 所以我们就是照下面的方法 假设了 你都不会没关系 考试的时候 其实会给你那个提本 你就照着打融会吧 然后就n 看到n n乘上 然后s的平方 就是mess mess 先打一个mess 然后点 pow 刮斧 什么的几四方 s的 平方就这样 OK s的平方 mess.pow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前面的刮斧就OK了 再来的话就除以 然后后面的刮斧 反正照底下嘛 底下应该都会把4乘上10 然后10的话 mess 打一个mess 点 ta tan就出来了 然后 刮斧 OK 然后π的话就是一样 mess 点什么 点π 有没有 然后再除以 n 这样子就OK了 我应该没问题吧 反正考试的时候下面这个东西一定有 那你就照着打吧 OK 总不会有问题吧 打完之后的话呢 应该再run一下 底下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 这个 变数 当然刚好同意问说 这个变数跟 是不是一定要大写 其实如果不是的话没关系 你也可以用个a 小a也可以 只是说这个变小a的话呢 下面这个就一定要变小a 那只是这个部分是可以变的 但是输出的这个字串 特别注意哦 这边就不能变 它输出是什么 就要是什么就对了 只是里面的变数可以变 但是输出的文字 长什么就是什么 OK 那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这样OK 那我们来print看一下 结果会不会是 我们要的 如果是的话呢 那表示这个地方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比如输入8 enter 6 enter 结果会不会是一样呢 这个时候呢 如果它出现错误的话 打错事 有没有 它说 math have not 这个 这个是 它的一个属性 叫什么 pw pw 为什么 因为我打错 应该pw才对 有没有 OK 所以再把它执行一下 8 6 enter OK 173.8234 那应该结果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理论上 将来如果说遇到 这种题目部分的话 你们不用太紧张 因为将来考试的时候 一定会有这一些公式给你 所以考试并不是说叫你考数学 就是叫你把公式背起来 如果叫你把公式背起来 那根本真的是在考数学 OK 但是不是 它是考你如何把数学公式 怎么样转变成python的对应程式的过程 我想应该比较重要这些 因为将来很多地方都是 是 是 这样 OK 好 只是它会切掉 好 那请各位试一下110这一题 那我先把 好 这个 我先